好热 立江酒店666号房间 都带着跑车 我要让叶珍珍 是一百名利益 叶珍珍 就你 也配合我抢来人 等着好好享受 我给你准备的隐瞒人吧 人都不在今晚做 非不过找老板 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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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好 王家 一千萬下屁零 現在王氏集團 暴雷破產 董事長跳樓自殺 珍珍 你不讓你的妹妹 嫁給這樣的人 媽的意思是 想讓我代替羽婷嫁給王嗎 珍珍 當年你父母意外遺失 是我的陳家收留了你 供你吃供你穿不养你长大 现在是你该报答我们陈将的时候了 爸 你也想让我提一天嫁给王某吗 好 我嫁 叶珍珍 听说王某他爸死后 他就整天戏酒打架 你呀在床上好好讨好他 这样啊 他发脾气的时候 可就会拿你的空气筒了 把人看住了 别让他跑走 叶珍珍 你嫁给王某 就再也怀不了我的好事了 别出声 我认不上海里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 挨家挨户的松 一定要见到人 难道是和王某打架结成的人找上门了 你们要干嘛 今天是我们小姐结婚的日子 滚一边去 敢拦着了 拉子开死你滚 滚 黑股保持不上黑 每间房子都进去看一遍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再不给我报警了 妈的干砸老子 别想事了 心事的人已经出手 我们赶紧找人撤 谢谢 你受伤了 要是三爷走散了 你们几个 拿面拍动哥 几说 和现在都联系不上三爷 秦晓在生意上 树敌太多 万一真出了事 我们秦家唯一的血脉 就断送在这里了 这次要是秦晓能平安回来 我一定让他娶了你 让你无缘无分的在他身边跟了两年 真是太委屈了 太奶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能一直在三爷身边陪着他 就已经是我的福气了 我情分头 一直已经说了那么详细了 还能搞错地方 我情分头 这是叶蒸蒸落下的东西 怎么看起来像个男人的结诚 就是我们秦也想见你 秦也 你说的是我们海莲市第一财阀 秦家的那位秦三爷 伤口周围都已经笑过毒 应该没有答案了 王某 虽然我们还没有领证 但是我既然答应我爸妈和你结婚 就不会反悔 只是在领证之前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两件事 我只是想信用一下王某的身份 那些女人跟你讲交情 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你说 第一 从今天开始改掉你许久打架的习惯 第二 既然准备成家了 你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落落 应该和我一样 必须找工作赚钱养家 就这样 嗯 好 我答应你 等领证那天 我会跟你不办成正式的婚礼 这个班纸 怎么 这么说 现在可以上床睡觉了吧 上 上床 新婚夫妻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我 你胳膊都受伤了 我还想着别的事 王某 还挺帅 叶珍珍 你已经嫁人了 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明天要去市中心面试 加油 醒了 我能吃早饭吧 好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啊 就是养好身体 等伤好了再出去工作 我今天要去鲜耀集团面试 中午回不来就别等我了 鲜耀 鲜耀你没听说过 那可是咱们海林是第一首付 哎秦枭秦三爷你总听过吧 莫名的 怎么了反正这么大 难道你认识秦三爷呀 认识啊 啊 我是总在那个财经新闻上看到过他的消息 哦 我死党在星耀工作 他说星耀虽然是一个只成立了不到一年的新公司 但背后的大老板其实是秦三爷 嗯公司虽然新 但是背后有秦三爷扶持 资源肯定不差 他很看好这家公司未来的潜力 所以建议我去试试 挺好的啊 那你加油 嗯 我会的 电话就一共讲 啊 果然穷得连只手机也买不起吗 真可怜 怎么 先求穷啊 嗯 谢谢 三爷您还好吧 三爷您还好吧 我没事 这段时间先不回去了 别让别人知道我现在的情况 包括 好 昨天截杀我们车队的人 真实身份查到了吗 是江北万荣商会的苏盛强 果然是这个老东西 让我们的人暂且别动 我会另一个安排 另外 把真实的王猛看住了 别让他跑出来 好的 三爷 好 就这样吧 等等 把今天去星耀面试所有人的简历 发到我邮箱厂 面试怎么样 面试的老师 似乎对我的作品很满意 我就说嘛 你的水平肯定没问题的 走 我们去喝一顿下午茶 庆祝一下 你将成为同事 走 什么 陈佳让你替陈雨婷嫁给我 给王猛 你小点儿烧 他们怎么这么苦要脸呀 聘礼是他们收的 现在王家破产了 又让你嫁过去 就答应了 毕竟陈家收养了我十年 拜托 陈家收养你那是因为陈江河 移植了你爸去世时捐献的器官 又不欠他们的 现在能找个机会 从陈家搬出来也挺好 那你要这么说倒也是 省得你的养母和陈雨婷 成天批我给你 说说吧 这个男人怎么样 他要是不行的话咱们得跑 叶珍珍 叶珍珍 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就没再联系过了 对了 你跟世杰学长 现在还在一起吗 你记错了吧 我跟世杰学长没在一起 雪儿干什么呢 再不快点出发 就赶不上今晚的酒会了 好 好 碰到两位曾经的校友 忍不住 好好细细救呢 哟雪儿 你怎么还要看起来 这么穷酸的校友啊 就是和你完全是脸不倒似 能从中营毕业出来的 混能还这么差 雪儿 你可得离他们远一些 你不是从彩缝纫机车间里 一起出来的吧 这么会拉彩 你敢骂我 我骂的是有害垃圾 请问您是吗 你 行老师 咱们一会儿还得去参加酒会 了解 车到了 请问现在出发吗 是的 那麻烦你了 刘特仲 叶珍珍 等以后我们再见面了 再好好聊聊 李李别气 咱们就当是被狗咬了两下 不是 不是什么 我想起来了 刚刚那男的 他是秦爷身边的贴身助理 秦爷 秦霄 对 听说杜雪儿前两年跟一个大佬 发展地下恋情 进圈之后 这又混得风生水起的 现在看来 这个神秘大佬就是秦三爷了 唉 你说说 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哪 上大学的时候 杜雪儿样样不如你 现在居然抱上一个这么大的大佬 你却只能嫁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咯 您好 在哪儿 王猛 我 在星耀旁边的一家咖啡店 我知道了 新闻老公 查岗啊 没有 她手受伤了 应该在家休息 可能是想催我早点回去 走吧 名女去哪啊 要不要送你一程 王某 啊 你怎么来了 珍珍 原来老公这么帅啊 哦这是我司党朱琳王某 没了 不再多介绍介绍 你好 我是珍珍的丈夫 目前呢 俗父母无车无房 平常靠跑出租赚点小钱 但是我以后会努力让珍珍过着孩子 你好你好你好 哦帅哥 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我看你这么眼熟呢 可能长得帅的人都有点相似 珍珍 你这老公 有点子就摸在身上呢 那我先撤了 我不打扰你们新婚夫妻约会了 上车 带你去吃吧 这可是程西有名的高档餐厅 你不会要带我来这吃饭吧 不再让你吃好点 不再让你吃好点 可在这里吃饭 单人消费最低也要五千起 不是吧叶珍珍就凭你每个月三四千块钱的工资 没想到 就还在不倒两个月 我ứt 你怎么还在里面 这家餐厅可不是有钱进门消费的 为了高端用户的用餐体验啊 他们只接电VAP客户 不过嘛 看在我们的姐妹情分上 我可以让周少带你们体验一下啊 是啊 以我的身份 多带两个人进去没什么问题 这种小餐厅 不需要人的 死鸭子嘴 你一个开铺出租车的 有什么能力在这里吃饭 谁说 秦三爷 你不是王猛吗 他怎么叫你秦三爷 啊 这是朋友给我起的绰号 他们都说我像秦三爷那样 风陆梯桃 所以就送我 承西小秦桥的身号 沈总 我是长盛集团贺家的贺聪儿 咱们之前在酒会上见过的 哎 你还记得吗 贺聪 什么阿妈阿狗也能跟我攀上关系了 让开 三爷 三爷您没事 嗨 王猛的事啊都过去了 我现在的身份不以前 别再用这种戏称了 免得让人误会 啊 这是你嫂子 哦 嫂子 嫂子好 我叫沈天 我和我哥可是过面的交情 您喊我小天就行啊 啊 您好 啊哈哈哈哈 那个我和你嫂子有些饿了 带我们去吃东西吧 那必须的走 嫂子我跟你安排最好的位置 走 点这么多菜 我的存款应该付不起吧 总计一万两千两百块十元 放心吧 这对沈天请客 不用换我们自己钱 王猛 虽然沈天是你的朋友 可这一桌子的饭菜不便宜 我不想占他这个便宜 而且我们现在又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不能事事都依赖朋友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嫂子 放心吧 三哥给你看玩笑呢 以往啊都是兄弟们跟着三哥混着混合 哪能三哥占兄弟们便宜不是 放心吧 三哥呀 以往经常在店里消费 会员卡的积分 是可以抵消用餐费用的 对不起啊王猛 我错怪你了 不会的 我觉得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我们现在生活结局 是该省事简用一些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用餐了 祝二位用餐愉快 我去个西匙捷 三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勤劲啊 等苏正强的事情摆平 现在敌民王案 方妙做很多事 得 那我就当今天没见过你 不过 你那嫂子玩真的还玩假的 秦氏公啊 可还住着一个杜雪儿呢 真正救过一命 杜雪儿 奶奶喜欢的 并不代表 我认同他 他都是婚姻的 未来才有可都是希望的帮忙 保持这期 对 小心 满满 出了两个脑袋呀 啊 超人 哈哈哈哈 你喝多了 我就跟你说想着他了 嗯别走超人 我难受 爸爸我 我很难受 他妈妈 超人 我说我难受 哪里难受 两年前的那个 如果是杜雪儿 为什么之后 我会那么排斥 和他产生肢体接触 可和珍珍在一起 我没有半点故事 哈哈哈哈 你别闹 你别闹 我现在有点好乱 是谁要乱 哈哈哈 我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叶蓁蓁 烧冬薯 洗干净 洗干净 救命 我菲利王猛了 菲利不到位就算了 跑出去洗衣服是什么怪屁啊 哎呀救人 行酒趟在饭前喝 再吃 这以后我还怎么见面啊 喂你好 叶小姐你好 宁云昨天在星药集团面试的岗位已通过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到岗 哦后天 哦不明天就可以到岗 啊过了 赵姐呢我得跟她提一下离职 赵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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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 今天大老板带朋友来这里玩 有什么事情等工作结束之后再说 哎你过来 把这个送去VIP666包厢 去啊 他怎么来了 哎 小妹妹 怎么很少在阴眉里看见你啊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只是在这里兼职的 那你别叹啊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陪我喝起来 保证一晚上整理之前都要多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再等我了我报警了 你走吧 以后这种无言障戏的地方 你咋玩 你是这里的南公关吧 为了我得罪里面那些人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吧 我是这里的台柱子 这家老板看在我的面上 我会为难 把 把他的工资结清 以后他就回来这里玩了 好 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我早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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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总 夜总 我不是放了这女孩女孩 我有眼无睹冒犯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夜总 你冒犯的人是我 我 我 是我 是我 之前和你爸谈的那笔故意的平台 我看 没有合作的必要 不要 夜总 你叫你给我一个赶我自己 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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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震啊 你跟咱们大老板 是不是认识啊 我不认识咱们大老板呀 见都没见过 大老板 刚才对着真真笑 从没见过他对哪个女人这样笑 难道 只是大老板的方面 你真真有意思啊 算好了 你这个月薪资一共七千五 我现在就转账给你 七千五 赵姐你是不是算错了呀 没有 这也算是你在夜面最后一个班 你来这里兼职有一年多了吧 从来没有迟到过 多出来的两千算是给你的全情奖励啊 啊 谢谢赵姐 加油 怎么知道我 你怎么知道我 我在这 刚把一个客人送到这里 就看见你了 那你晚上还继续跑单吗 不了 你先回来 开饭啦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没有 我只是觉得 娶了一个都才对的老婆 会下厨做饭就算多才对的 这怎么就不错了 毕竟 昨晚还有人洗衣服 意外 那是意外 不过 我确实有件事 要对你坦白 既然你我是夫妻 那夫妻之间 就应该做到坦诚相待 我今天晚上 确实是从也没出来的 你半数我发誓 我就是在里面兼职打工 平时 逃逃腿啊 送送酒 绝对没有做任何出责的事情 我相信你 那你呢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有 其实我是海灵师第一首富 秦宵 别逗了 你要是海灵师第一首富秦三言 那我岂不就是首富夫人 这种事我做梦都不敢想 吃饭吃饭 不过我确实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今天新要的人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通过面试了 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了 事件值得庆祝的是 哎呀 我觉得今天简直就是我的幸运日 晚上工作的时候被一位客人刁难了 还好有一位好心的同事帮我解了围 还跟领班说我以后都不用去了 我还想着怎么跟领班提辞职的事情 这下好了 不用愁了 而且领班呀还给了我两千块的全勤奖 那帮你的那个同事是男的还是你的 男的 长得帅吗 应该帅吧 应该 因为我没看清过他的长相 不过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觉得你的声音和他有点像 是吗 但是肯定没有你帅 那 你喜欢我这种类型吗 问个问题 怎么办下成这样 这个问题以后在意 我现在先把工作做好 没关系 我们来人封闯 你去休息吧 我来洗碗 哦 那麻烦你了 夫妻之间有什么麻烦不麻烦呢 你在外赚钱很辛苦 回家之后就不能让你承蒙所有项 这种事本该就一起分担 嫁给王猛的婚后生活 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你去休息吧 你去休息吧 哪 don't know 就是这样 这种文化 就是为你 模仿 今晚好好服侍我 討厭 就差一點 差一點什麼 哦我忘調鬧鈴了我上班要遲到了 葉珍珍 好巧啊才兩天又遇到了 雪兒小姐還認識我們公司新入職的同事 哦 他是咱們公司的員工啊 他是咱們公司影視內容部的編劇 咱們公司聘人從來不做被調的嗎 我記得當年葉珍珍在學校因抄襲作品被學院通報處分 作為同屆校友的我 這件事還真是記憶猶新呢 我沒抄襲 當年那件事我是被誣陷的 我當然知道你是被誣陷的 因為抄襲風波的策劃人就是我 可是學校的檔案大理還記錄著呢 你光說也否定不了事實啊 時間不早了 我還有一張節目趕著去錄製 張主管 你最好考慮清楚 再繼續 早安第一天就中了 我看你不是這麼受規矩的人 入職的事取消 趕緊離開 早上有沒有遲到一個帳戶 有適應公司的範圍嗎 沒沒有還好 那你先去吃午飯 我已經讓沈天來接我了 你吃飯了嗎 你不用擔心我 做好你的工作就行了 他 這鴨的聲音聽著像是哭了 難道在公司 被人欺負了 查一下 今天到星耀面試 一個就一眼神智的新人 在公司裡的情況 好的三爺 還有前天你讓我收集的面試者簡歷 也已經發送到你的郵箱中 中影學院 他和杜雪兒 是在一個學位處理的 剛打電話到星耀核實了一下 據說是因為杜小姐當著人士主管的面 舉報葉真正當年大學期間抄襲他人作品 擔心會給公司帶來黑點 所以就取消了葉真正的資訊 去調查一下 葉真正當年在大學裡的抄襲事件 另外 查清楚被抄襲者是誰 儘快 那個 三爺 您怎麼對這個葉真正這麼關注 她是你們未來的親父 啊 那萬一 葉小姐真的抄襲了他人作品 需不需要我暗中操作一下 把葉小姐當暗中的那個無敵 她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她 我該怎麼那麼交代 上班第一天就被辞退 回來了 今天有沒有很辛苦啊 你這是 我哥 喲 嫂子 剛我哥還跟我說給你準備個大驚喜 怎麼回來這麼早啊 驚喜 是慶祝我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嗎 如果他知道我被公司辞退 肯定會對我很失望吧 小呆瓜 怎麼連自己的生日 都記不清了 今天還真是我生日啊 自從爸媽去世後 我到陳家 已經快有十年沒過過自己的生日了 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嗨 我找陳家 要過你的信心 嫂子 你別說 我跟我哥認識這麼多年 還沒見我哥對哪個女人這麼用心過 就連那個 杜雪兒 死氣白賴我哥那麼多年 我哥可從來沒這樣瞧過一眼 你哥和杜雪兒 啊就那個 嫂子你別介意 我哥呀跟那個杜雪兒啊 已經是陳年往事了 我哥現在就只有你 你說的是那個娛樂圈當紅小花杜雪兒 那個杜雪兒啊 當初就是看我哥這麼有錢 才貼上我哥的 我哥可從來沒承認過他的關係 和嫂子這種患難時刻見真情的這種情分啊 沒法相提並論 啊 珍珍 我只想和你過一輩子 嗯 三哥 你也有變得這麼肉麻的一天 就算王猛家沒破產 恐怕杜雪兒也看不上身份地位 都比不上秦三葉的王猛吧 呃 哈哈哈哈 那既然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 那我就不打擾三哥跟嫂子的約會了 好好 再會 去去去 我 你先說 對不起啊 讓你失望了 我今天第一天去公司 還沒進公司大門就被開除了 還有其他 要說的嗎 小傻瓜 賺錢養家 本來就是男人的事 我還從來都沒想過 要靠你賺錢來養我 媽媽 你怎麼對我這麼好 因為你是我老婆 我對你好是應該的 別給自己太大壓力了 天塌下來 還有我替你整成 我還在乎 我女兒還在乎 我還在乎 紅�outhern 我女兒都浮蝦 我都沒想的 黃河 紅磯 我可不可以 你不可以 喝點名 我心裡再默奔 我們要靠狂 我滿足喔 我寫好了你去洗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珍珍宝贝 想要扑倒男人前期工作一定要准备充足 首先第一步要把自己洗白白 别说了坏屁股 你想扑倒谁 我吗 我先去洗澡了 真真宝贝 你怎么这么怂呀 只要是我 我直接就把他拿下了 你还笑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王某了 好啦 毕竟夫妻那些事 迟早都是要发生的 但是话要说回来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杜雪儿大学期间就一直跟你不对付 他肯定不会成功让你进入这个行业工作的 我现在已经给各家公司都投了简历 只要有公司肯要我 我就去 我就不信 杜雪儿的权力能大到让整个行业都封杀我 可是杜雪儿背后的资本是秦三爷呀 那可是在整个商圈不支手遮天的男人 是叶珍珍小姐吗 哦 是的 你好 我思议你在大学期间存在抄袭污点 故取消了您的入职邀请 现今何时您并非抄袭者 我们诚心向你致歉 希望你能接受我思的入职邀请 哦 好的 没问题 金牌编剧习系 承认终颖在校期间 抄袭队友作品并栽赃 好家伙 当年陆琦抄袭你的作品去参赛 一夜成名 让你背锅三年 他却成功进入圈子 成为金牌编剧 现在居然自爆抄袭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确实太巧合了 陆琦 你脑子是不是见识 你这件事已经过去 三年都没人追究了 你死报作死没问题 别把我给脱袭 你以为我会突然发疯 你知道我昨天接到谁的电话吗 这圈子里谁人不知你是我的人 我背后站的可是秦家 有秦三爷给我撑腰 害怕你吓成这 雪儿你别忘了 在海灵市还有个男人的地位 一点不比三爷低 你是说 不叶成的那位 就是他 不叶成的大佬 在商圈和三爷并称为双秦的叶总 请叶成 叶总 按照您的吩咐 陆琦抄袭的这条新闻 已经报上榜单第一了 不出半天 全国网民都能看到 叶总 消息已经通过到位 从今天开始 各大娱乐公司永不录用编剧陆琦 封杀到底 请 叶总 您封杀的这个编剧 是当今人技巧吧 杜雪儿了 那杜雪儿背后有秦三爷撑腰 这样会不会得罪到秦三爷 你看我 像是怕得罪人的人 那就明天公司见了 真真宝贝 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王猛现在在干什么 如果知道我又恢复工作 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吧 你就是王猛的老婆 你们认错人了 这是本场最后的拍摄 这双白玉小脚 我玩一个月都不会腻 这个牛真正点哪 如种介于女大军生和少妇的风韵 想起来一定很有味道 你他妈的 叶叶叶总 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我我我说我是王八蛋 不是这局 上 你他妈的 叶总 你我求求你你走 扰扰我吧 不要跟我这个妈的一门见识 把他带下去 好好招待一下 叶总 叶总 扰扰我叶总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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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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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玥 戴上你的装备 来我这一趟 要快 怎么了 没事吧 你不会又受重伤了吧 坐下我给你检查一下 不是我 是她 她现在浑水发热 赶快看什么情况 我靠 女儿 秦才宇 你洁身之后二十八年居然会带一个女儿回房 别废话 快点 是明耀救量国大引起的共鸣反应 没什么大事 一会儿我给她打一针退伤 然后再吃点药 就猛了 猛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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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像个男的名字呀 不会是她喜欢的人吧 三爷 没想到你好有夫之妇这口啊 别废话 打完真抗药 炭 我能帮帮你尽 帮你尽 我把我去救你 神月 犯的是鬼 令人已经闭上了 打算把你卖的 报复王某 那王某有没有事 你很关心他 他是我老公 你是因为 他是你老公 才关心他 还是因为 你喜欢他 才关心他 当然是因为 因为 什么 什么没有什么关系 你可是我花钱买回来了 那 你花了多少钱 把我买下来的 一个亿 一个亿 你是觉得自己 不值这个亿 还是觉得 我拿不出这个亿 你一个男公官 能拿出一个亿 和我能被卖出一个亿 一样厉害 真的是一个亿 要不要 我把商单 拿出来给你看一下 这么多钱 我还不起 你刚才问多少钱 不就是想换钱吗 这样吧 看在你是我 前头痴的份上 给你打个折 不用一个亿 两千万 足够了 两千万 按照我现在的工资 就算打工到下辈子 也还不起 跟你开玩笑 还当真了 放心吧 这家拍门行的老板 是我的朋友 我跟他说明了原因 就把你放出来了 真的 嗯 你不会真以为 我能拿得出这个亿吧 我连几百万 都拿不出来 那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那 要不要先加个联系方式 嗯 联系方式就算了 我怕我老公会吃醋 这样吧 等你哪天有空 我去夜店等你下班 好 等我有空的时候 我让赵姐 给你打电话 嗯 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等等 你就打算 穿成这样 回去吗 浴室的有套女装 把它换了 再回去吧 我记得我空泥之前明明看到娃娃 难道是我记错了 他怎么知道的我一个尺寸啊 嗯 娃娃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也遇到微笑 娃娃我快接电话呀 我在 怎么 现在对我 都这么主动呢 我在担心你 你还有心就开玩笑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你就是沙子进眼睛吗 那我帮你吹吹吧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 在哪里 我上次给你的班纸 怎么没带 你给我的戒指太大了 而且一看就是男士款 不适合戴出去 那你穿条帽 当成项链 戴在身上 一定要戴吗 听话 戴上这个戒指 我才能随时去防你 我没有遇到危险 起来昏迷 好吧 那我明天去市场 找条好看的绳子 然后穿起来 对了汪猛 之前王家 是不是和很多人结过缘 有 最近我已经和这群人在交涉了 会尽快解决和他们之前的纠纷 保证他们 不会打扰我们未来的生活 嗯 我相信 沈天心听我说过 他在城西 有一套闲置多年的小区房 想低下出租给我们 我看了下小区的地段 离你上班的地方很近 路边交通也发达 这两天收拾收拾 就搬进去了 真的 我正好最近在为每天上下班 四个小时发愁呢 嗯 那咱们早点搬过去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尝尝咱们公司楼下的食堂 租场 白叫 钱啊 叶珍珍 没看出来呀 你竟然还有这种能耐 能抱上秦叶成的大口 什么秦叶成 不叶成的地下王 如果不是他替你听面给陆琪施压 从他现在的编剧圈底 怎么可能会轻易自毁回来 全平才公开承认自己吵醒 如果你想替陆琪打抱不平 故意找我麻烦 也请你用一些光明正大的手 这样肆意造谣抹黑我 只会让我觉得你上班了 叶珍珍 会让你滚出行药 珍珍 刚刚简直睡炸了 居然敢这么对 因为有秦三爷撑腰 陆琪这些年只有他欺负别人 别人让着他的份 都是第一次当人啊 我凭什么让着他 说的没错 不过这新药 毕竟是秦三爷没下的问题 陆琪最近出入新药平凡 我怕他以后一直找你麻烦 那就冰来降党 水来土养药 实在待不下去 大不了我就宽奖不死 这抄袭事件平息之后 你自信不少啊 不过 杜卷说的秦叶成是谁 我最近认识了什么大伙 告诉你 我要是真这么手眼碰天 还至于毕业两年 在这打零工啊 那你再仔细想想 说不定是什么新认识的人 王猛 首先就可以排除王猛 他王家就算没破产 杜雪儿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的 真不巧 杜雪儿还真倒追过王猛 虽然只是沈天的一面之词 您能是他 谁啊 应该不是 毕竟他只是个男官 说完啊你 哎呀没什么啦 就是一个 男服务员 之前在夜魅认识的新同事 除了王猛和他 最近我真没认识别人 我看了 就是陆琦的对家下场 然后时机恰巧 刚好解除了你跟醒耀的部分 这一次 走吧 三爷 民主的 按照您的分布 整套房子的装修 都是按照 嫂子喜欢的风格布置出来了 清单上 你给嫂子准备的衣物 也都送到了 这次做得不错 又有什么领位 想好了古提 我曾要一个 王猛 你知道这房价多少钱一平吗 五万 六万 我从来没想过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现在 这不就都有了吗 嗯 这和我梦梦中情房一模一样 跟我走 哇 这些可都是大牌中贵的当季新品 有钱人的生活这么恢复吗 这些呢 都是谁给你做的 贺礼 给我的 这里随便一件衣服 就够我一个月的公司了 无缘无故拿人家这么贵重的衣物 你太合适了吧 在王家没扣产时呢 就帮我省了很多次 这些东家年薪收下 就当给他一次表现的机会 这就是抱大腿的快乐吗 叶珍珍 你嫁人那么久 不提醒你 你是不是就不知道回门 嗯 妈 过几天是你爸生日啊 记得回来 嗯 妈 过几天是你爸生日啊 记得回来 白梅巴不得我早点离开沈家 怎么会突然喊我回去 那 你想去吗 虽然我不想回去 但我养父对我一向不错 他过生日 我应该回去给大清 好 那我和你一起回来 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 但是我养母和陈玉婷 一向都是捧高踩地 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王家大少爷了 我怕你回去 他们说三道四 这样 我就说你工作忙 没时间回去 我自己回去就行 嗯 那 我就不去了 到时候 你养父的礼物 我来准备 真怀疑你是怎么从主演毕业出来的 这样的剧本拍出完成课吗 麻烦主管跟我说一下 是觉得逻辑上有问题 还是题材选择的问题 您和我说一下我好进行修改 都有 全部出去 雪儿小姐 按照您的吩咐 叶真真迟早会同心要滚蛋呢 这件事 做的不错 真真下班没呢 没 李克让我明天早上九点前 给他一本合格的出稿 好 疯了吧 这都晚上十点了还不让你下班 你都改了三板了他还不满意 我看这狗东西就是故意在整你呢 我今天看到他和杜雪儿走在一起了 喂 怎么还没回来 嗯 加班 星药有加班人话 每个营幕都像你这样 加班的这么晚 没 我马上忙完了 你到楼下等我 我来接你 嗯好 怎么脸子这么长 没事 来离家了 先上车吧 没有 拜托 赵 你 vivant 我好像都是公司 路路老板秦三叶的女朋友了 秦三叶的女朋友 秦三叶的女朋友 你的老情人 杜雪儿 你可别造谣我啊 虽然呢他之前追过 但是我可从来都没跟他确定过关系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秦三爷的女朋友 周琳和我说的 他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他若谈比我早 知道很多圈子的名字 我当然信他 杜雪儿跟秦三爷 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你这么肯定 该不会是 才和杜雪儿私下联系吧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难不成 我还去外面勾搭其他女人 你觉得 我是这么不省难得的男人吗 好好好 相信你和杜雪儿没什么 再说了 杜雪儿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那谁是 我们先回家吧 回家就 来于一家不舒服 喝点红桃嘴 暖暖身子吧 你还会煮这个吗 烫 我来 这回温度差不多了 怎么样 好点了吗 舒服多了 交稿的事情呢 你不用担心 我之前 认识几个圈内的导演的朋友 你一会儿把稿子给我 我让他们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你主管说的那样 写得那么差 你那些朋友 大多都是以前认识的 现在 他们还会买你的账吗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放心 他们啊 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我想 这点小事 他们还是会愿意帮忙的 我非常肯定你的实力 面对职场霸凌 一定要做到正面盈利 做到有利回忌 今天王导要来咱们公司 听说他这次要从咱们公司 选一名编剧 参与他的芯片项目 都说法师能参与到 王导项目的人员 能在影片上映后 全员飞升 在业内水上船纲呢 内容部 小小的选中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王导 是那位五年前 曾经借一部影片 直接掌握国内三金角的 那位名导吗 听说他的项目 从不起用新闻编剧 看来我是没希望 王导 你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公司 影视内容部 都是些才能非常出众的编剧 王导你好 金王大名 我是副导内容管理部的李克 今天来你们公司之前 我看了编剧们过往作品 的确不乏一些优秀的编剧 哈哈 王导 你能看上咱哪个编剧 尽管带走 这绝对是他们的荣幸 你们编剧部 有没有一个叫 叶珍珍的 谁叫叶珍珍 我 我是 你写的作品 我看过 故事很有灵气 胡落俗套 剧情发展走向 让我有种眼睛一亮的感觉 你愿意参加我的新项目吗 发什么愣 能让王导启用新人编剧 以前从来没有 这次王导为你过了率 还要赶快答应 我 我真的可以吗 就是你 我的妈呀 这些都用走什么公事运 就才来几天 就被领导选中了 他不是才更毕业吗 很新人刚出道 究竟领导向我走上一遍去 这样破天的富贵 何时才能闻到你 这不可能 叶珍珍写的东西 我根本就没放在 昨天作品机里递交上去 你说什么 我 我刚才是一时激动 这叶珍写的剧本 根本拿不出手 所以我 你的意思是说 你看不上的东西 我却觉得很好 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水准呢 不是 不是这样 叶总 你们公司 启用这种 既没品 又没审美的人 当主管 很难让我不质疑 兴耀的水准呢 没什么解释的 你看 你在决俗烂影之前 打压新人 现在去人物报道 混蛋 事情转定的也太突然了 难道 昨天来门口中所说的导演朋友 就是难道 老公 你这么同期待的 小宝宝 这是叶珍珍男朋友吗 好帅啊 长得帅又是没有 你这个开机座车 你说的导演朋友 他是王导 你怎么才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 在年龄 他这是什么大人物啊 你是不是不知道 王导在我们这个圈座的地位 我是真不知道 我只是把你写的剧本 发给了他 让他帮忙看一下 他并没有帮我 而是真实地 被你的剧本改名了 是你的实力 帮了你自己 王导 我怎么这么喜欢跟你说话 喜欢的话就都在老公 我以后 为谁更加 姐 您看今儿就是王导教室 你把爷爷认认话 立刻那个废物 这代少说了我干不好 三爷什么三爷 秦三爷吧 快快点 至少前面那首出去了 你养父的生日礼物 我已经帮你准备了 我已经帮你准备了 你不用再额外准备了 你买什么了 你买什么了 当然是他这个年纪 绝对喜欢的东西 心意到了就行 毕竟王导在之前 我承担你 一一什么 我没什么 这不是奶奶当初给杜雪儿 置办的车子吗 坐了 什么 你怎么不应该上去啊 姐 闯红弄犯法 雪儿 你是不是看错了 三爷怎么可能会开出租车呢 我不可能看错了 三爷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这不好说 想要铲除上次在暗中 对三爷不理他全人 恐怕没有他 那我跟奶奶 什么时候能联系上三爷 这我也不好说 三爷没露面前 雪儿小姐还是别给三爷打电话 万一关键是个手机响 恐怕会误了三爷的大事 三爷正好少不然培养感情啊 去外人 就不要去破坏气盘了 真真啊 听你妈说啊 你家的以前王家大哨 看来婚后生活过得挺好的 你妈说啊 你嫁回去好几天 都没回家一次啊 好什么好 雨婷说她老公就是个开出租的 人事里的房子都买不起了 据说呀 在乡下住的温房都还是租的呢 我过得好不好 和你们没关系 你们真替我操心 泡嘴说不如直接给我钱 以后我日子过得好了 也会记得各位长辈的心意 阿梅啊 你这洋女出去一趟性格变得这么野 敢这样跟长辈顶嘴 我听婷婷说 你这是沈家的少爷 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果然 我们沈家呢 基金有个新项目 还差点投资 为了不让你爸造出心子的拉投资商 不如你和沈天谈谈 让他来投这个项目 妈 那个沈天是王某的朋友 我跟他不熟 说你没有婷婷聪明 你可真是蠢 你现在嫁给王某了 王某的就是你的 你和沈天不熟 那你跟着王某 去和沈天谈就好了 那 你妈教的你办事 那是看得起你 你得把握着这个机会 这件事我说做不了 就是做不了 叶珍珍 你别忘了 你父母历时候 是谁把你养大的 王家下聘的一千万 早就替我还了沈家的养育之 那是给沈家的 不是给你的 更不是你给的 那你让沈雨婷嫁去好了 反正我和王某还没领证 妈 我早就和您说过 我刚才能嫁人之后 翅膀疯了 雨婷交男朋友了 这是贺聪 这是贺聪 长盛集团的少东奖 长盛 我听说过 这么做房子的 这一年能做上亿呢 上亿 那可太少了 这最差这一年也有数十亿的利润呢 那可真是不得了啊 白眉 你可真是有福气啊 你女儿又有出息又争气 哎呀 您找的男朋友都这么有能力 哪像有些人呢 在家里白吃白喝 嫁出去啊 连养父母都不认了 就像养个白眼狼一样 哼 大姨 您这是说的哪话呀 要说白眼狼 往哪比得过您儿子呀 家里花了几十万 送出去留学读书 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吧 好像一直没见他回来过 我儿子优秀 他在国外一毕业 就被国外的公司挖去当主管 年薪百万 他那么年轻 他当然要以事业为主了 这么厉害呢 可是我怎么听我妈今年过年说 您儿子您要花几十万给女朋友买首饰 也不愿意花几万块 给家里换辆新的代步车呢 你公司挖斗 今天整理也行我不吃了 阿姨 叶珍珍 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陈家好 今天是你爸生日 你就是把客人气走了 妈 我说的是实话呀 他儿子连几万块都不愿意给家里掏 这话不是您说的吗 阿姨 伯父呢 他呀跟客户还有事商谈 马上就回来了 阿梅呀 你未来女婿这么厉害 不知道在今天带什么礼物 让我们开开眼界 我跟贺聪昨天去参加加利德的拍卫会 贺聪拍下了一幅两百万的巨马图 送给我妈当贺礼 是什么巨马图 这么昂贵 刚代工画大师徐红的巨马图 徐红 那当真是不得了话 那画现在在哪里 呃 还在门口 就放在车里 等会让人抬过来 哎呦 我那开出租车的妹夫 知道自己上不了台面 你有脸信给你成家的门 就托你送了这件礼物来 来 让我看看你们给妈准备什么礼物 一个开破出租的 能有什么礼物拿得出手 两个破盒子夹起来也不过千 又水货呀 这是真的百大菲力的万表 百大菲力怎么可能 最便宜的百大菲力也要十几万呢 这不是百大菲力最便宜的那种万表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只其类的万表 最少高达千万 高达千万 王家都已经破产了 王猛怎么还能送得出价值千万的万表 咱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王某 你为什么要骗我 怎么了 王家都已经破产了 这块价值千万的万表 你到底是哪来的 傻瓜 这只是一块几乎可以一下乱真的高房表而已 才是几千块 可霍聪说 这是价值千万的百达斐力 他没看出来就对了 当年我家都没看出来 是我家破产的时候送去点档铺 然后呢 经过禁令之后才发现这块房表 我想着这档垒不划算 毕竟值个几千块 所以就送你爸当贺礼 真的 难不成你看我像 挥一挥手就能送出几千块礼物的人吗 我刚刚真以为这是价值千万的万表 所以就拿着他跑出来了 现在 那我去送吧 你在车里等我 那你快去换回 你好 你快去换回 你快来 我来 快来 你快来 怕 你快来 叶真真和你们再没关系 你不是王猛 你和叶真真到底什么关系 不会是他的骗头吧 这个打火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好像在哪见过 何天下何天心 三爷 您是秦三爷 怎么可能啊 上次沈少都说了是戏超 不两年前在宴会上时 我曾远远的见过秦三爷一面 他当时拿的就是这种打火机 抽出这个类型的雪茄 那个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秦三爷 就是咱们海宁市第一首付那个秦三爷 叶真真怎么可能搭上这样的贵人呢 你的机力不错吗 三爷 您是我的偶像啊三爷 秦三爷 以前叶真真在这个家受过多少委屈 我不和你们计较 但是现在 她已经成为我的妻子 我会给她一个完整的奖 所以 不要再去打扰叶真真 也不要再去联系她 否则 我会把你们赶出海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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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你在这儿说 咱们赶出海底去 装备 ую情绩水 完整个水 抱谁头发 娃娃 我们什么时候去点赞 去见我奶奶之前 很少听你提起自己的家 你上次提到你奶奶 她现在在哪 她在一个有很多人 照顾的地方 你感情吗 杨老月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见她 她马上就过生日了 在她过生日的时候 让你去见她 妈 什么时候 现在 还不是时候 想我幸福的人太多 只有将这些威胁全部清楚 真正才能和我在一起 万一哪天我死了 真正还能清白的 再令假给他人 好 我当你 我的宝贝 你现在可是出去了 作为仙人编剧刚上岗 都能被民导一眼相中 让我见不死我了 哎呀 那你就多吸吸我的运气 这样 没准下一个幸福之神 就是你了 让我幸福 我幸福 我幸福 你带着不加咖啡业的生意 谢谢宝贝 谢谢宝贝 可惜了 我上桌请假 不然就能清晨开业 从办公室里鬼子去的 那你现在去监控室 掉了一下也能看见 你怎么这么碎现在 没有预约最多的人负责入内 你干嘛呀 我要找人 哎不要说 叶珊珍你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边上班你出来 我孕妇别碰我 快来人有人闹事啊 你就是抢了我男人的叶珍珍 你谁呀 你哪有谁呀谁抢你男人 王萌 我都得怀了王萌的孩子 看不出来啊 叶珍珍长得这么清纯 居然给别人当三 不是吧 他不是已经下语了 你说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老公的 胡说八道你 你不是收人钱了 怕我公司闹事来了 谁说人啊 我肚子怀的就是王萌的孩子 跟验验证也是真的 出去 有事出去说 王萌之前的情人 今天早上已经去公司闹了 结果怎么样 叶珍珍和那个女人 去外面聊了一会儿 然后脸色很难看得回来了 行我知道了 继续跟着她的情况 好嘞姐 保证完成任务 那天我亲自去跟王导教授 我没能让她把一认真换了 这次这样做 您行吗 放心 突然知道自己被出轨 我就不信 她还用威势好心 才参加下午的项目活动 要知道 王导可是最讨厌那种 在工作的时候分析不认真的眼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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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既然是新人啊 你就更要多活練活練 多和我們這些叔叔阿姨喝幾次 你就適應了 而且你畢竟是圈子裡的從業者 更放開一些 才能把握更多機會嗎 是吧 夏總是王導新項目的製片方 咱們得給他點面子 能喝多少喝多少 這杯靜夏總 我們第一次擔任新人兵 就讓他一頓重來的相片 謝謝各位老闆感謝你 都給小姑娘啊 就是不靜夏 哈哈 這可是後面下 嗯 再來一杯 這可是後面下 嗯 再來一杯 這可是後面下 嗯 下總 那王導還沒來呢 咱就這樣喝上 一會喝醉了 還怎麼談的事呢哈 小孫呢 哎 你比我的酒量 是不是不放心啊 那可不敢夏總 你可不敢 來 你也喝一杯 放開 小孫呢 放開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陌生了 还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叫我学长 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震震 两年前毕业聚会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拉黑 为什么突然和我划清关系 我要回去了 震震 难道这两年你一点都不想我吗 学长 我已经结婚有老公了 什么 诶震震 你怎么了 酒 我喝的酒里被下药了 我带你看医生 喂 你是谁 你又是谁 我是叶珍珍的老公 学长 麻烦把手机给我 老公 我在 在 谢尔顿国际大酒店 我在谢尔顿国际大酒店 你快来接我 我撑不了他就 别别动 三爷 你现在伤口很深 今早上才和苏盛强干完 那老药伙 我伤得更重 听说啊 现在命都不要 就是要搞你 你都好好在这儿谈两天吧 我老婆现在有危险 别配话 你跟我一块去 他不会又受伤了吧 不是 你俩是不是商量好了 他受完伤你受伤 别废话 走 得 我这个家庭医生 搭两份工 挣一份钱 容易吗 我好热 我没事 我去给你打点凉水 香蕉搬 我吗 珍珍 我不是 不是 唐玉 进来 留下爱在身边 不得都 我 不得都是一样 我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喝了夏剑给的酒了 你今天救人的恩情 我会记得 现在你可以滚吧 可是 你是不相信我 还是不相信我带来的人 怎么样了 不行了 药效太猛 得配置特效药 时间来不及啊 我母 我母 我母深鬼 我相思思未知 现在 产兰女才是最好的特效药 嗯 我先出去 啊 好 在你心底爱睡 无惧地风吹 我感觉大量 我都说你的鲜 语气 我的心 我 不是 杨 三爷 苏盛强的人追过来了 我们俩赶紧离开酒店 这次真把这老东西逼急了 人到哪了 刚刚已经到酒店楼下了 你们好大的胆子 知道今天套房住的是谁吗 原来是福业城 大名鼎鼎的福业王 印象 原来这个地方 叶子挺狠的呀 知道我是谁 还不回忆 叶总 我们今天得到剩余的吩咐 才来这里抓人的 但凡露了一处 回去我们发个剩余交代 要不您高抬贵手 让小人搜一下呢 我看苏正强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得罪了一个秦家不够 现在 还敢来挑战 不越城的违心 都说一山不容二河 海铃双琴向来不对付 但万一把秦叶诚惹急了 说不定他真去帮着秦霄一把 圣爷之前的功夫可就白费了 秦霄今天受伤了 秦叶诚也有伤 你这一坐完床上运动 还当手上的身手又分开了吧 别废话 行行行 但是现在在那边 一会儿啊 你的伤口腰被发现了 你的身份又曝光了 他怎么样了 至少还得再睡个半天呢 一会儿找个人 他看着他就行了 走了 走 走 走 你去兴耀找个叫初恋这点工夫 让他现在到西尔顿国际大酒店 6288房间去接叶震震 好的三爷 绑导新项目的制片人夏剑 去搜集一下他在职期间的 所有违法分析证据 送去警局 我要让他牢底坐穿 那确实是秦叶成的作家 难道现人给的消息是错的 晨晨 晨晨没事吧 晨晨 晨晨 他骗我 谁骗你 王猛 那是谁啊 杜雪儿说 之前陆琦抄袭公开道歉时间 是有人在背后帮我 当时我以为只是巧合 但我今天才知道 杜雪儿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那人是谁 就是我之前和你说的 那个叶妹的前同事 她之前骗我说 她是叶妹的台柱子 其实她是幕后大老板 今天我听别人喊她叶总 还说她是和秦三爷 并称海林双琴 所以你 这该不会就是她弄的 那我现在想死 宝贝宝贝 你先别那么着急 冷静冷静 你先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就记得 当时在酒桌上被灌了酒 后来学长出来替我解了位 后面的事情 我就记不大清了 等等 你的意思是 你被人下药了 我看 我看 这得报警啊 这个 不是她下的药 是酒桌上的人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吧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吧 我觉得我说的没错呀 那王猛 除了长得高脸帅点以外 一无是处 要钱没钱 他要是真心对你也就算了 可人家以前偏偏是个浪荡公子哥 那情人 大着肚子 追到公司楼下 让你难堪了 你还准备跟他过一辈子呀 你事后联系上王猛了没 这个狗男人 他就是做贼心虚 他不敢接你电话 我现在脑子好乱 好了好了 不逼你了 你好好想想吧 公司给你批了假期 带薪休假 等你状态好 再回去上班 怎么 要不我先陪你四处转转 我先去吃饭 我吃不下 嗯 那我先送你回家休息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王猛 要不你让我去你家借宿一晚 没问题 想吃几天都行 王猛是不是不接你电话 昨天来公司闹那么大 你想干什么 我要你离开王猛 现在小三都这么嚣张了吗 你才是插子我和王猛之间的小三 阿猛爱的人是我 要不是他被家里人强迫 他会和我在一起 爱不爱不是你说了算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把他当面说清楚 他会选谁 喂 阿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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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马上就来了 如果他承认他爱的人是我 你要心甘情愿的离开他 放心 要是他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对垃圾不感兴趣 你你想要回收就是 你了 啊 这一天联系不上你 我对垃圾不感兴趣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呢 有些事电话不方便接听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 怎么会不要你呢 王猛 你骗我有意思 你是谁啊 我是王猛 怎么还认错老公了 我在这里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就刚刚 我欠了他的名字 周琳跟我说你在这里 现在 误会就解开了 只是个乌龙之间 不是阿猛 他不是之前家里人塞给你的老婆吗 怎么 同名同项的人很多 人从来是很上场的 咱们走吧 昨天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昨天我连日接了一个长途订单 周图的时候呢 手机没电了 车上又没有出列线 我不是故意不解答 这误会都解开了 所以老婆 你能原谅我吗 你帮我这一天过得有多提心吊胆吗 别哭了老婆 都是我的错 你想怎么惩罚我 我都接受 请老婆大人 接受真挚的建议 我考虑考虑吧 好嘞 那别心想 我出去拿件东西 你还是要出去 我会在这一天 在哪一天 还没什么 那你还有一天 我还要去哪一天 我只是想要去哪一天 你还要去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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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去哪一天 小八十四 我也要去哪一天 你还要去哪一天 我让服务员重新去上场 给你买一件吧 不用 我去卫生间清洗一下就行 但是可能需要你跟餐厅借一下去分机 难道三爷已经知道 当年在酒店和他发生关系的人是叶真真了 这不可能 事发后 我就让酒店的那个人 删除掉那个时间段的监控了 这叶真真不是嫁人了吧 为什么又和三爷扯上关系了 云姐 我需要一个狗仔 帮我跟拍叶真真未来几天私下的行程 叶真真 绝对不允许 你抢走我辛苦得来的一切 有没有看到今天下午报上的热搜 你说的是 欢迎制片人以工作为理由有件多名女性的新闻吗 没错 就是下见那个老色皮 前几年我的一小姐妹差点遭到这前述的毒手 有生之年还能看他坐牢的消息 真是大快人心啊 那个制片人昨天才在我的酒里下药 今天就被人报上新闻被警察逮捕 难道又是那个出手了 你先点菜 吃完饭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事不能边吃饭面说吗 你想现在说也行 那你说吧 他去吧 好 这个 我看有点 往这边 那你说 这些老板看在我面前 不会难过 你让我再想想 这几天发生的事 我脑子有点乱 你拒绝王莫的求婚了 虽然我知道孕妇的事 和她没关系 但是 但是我昨天被人下药 可能和那个人 那个什么了 我现在对王莫很愧疚 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那你要不要打电话 跟那人确定一下 我怕王莫吃醋 所以没存在的灵气方式 那也不能 就这么一直稀里糊涂的 跟王莫分房睡吧 上次我说请她吃饭 倒是有说 可以用其他办法联系到她 要不我试试 我比她吃饭 去四个点 你两个人在这 还是 谢谢 喂 赵姐 是我 珍珍 珍珍啊 好久没联系了 找到新工作了吗 嗯 已经入职有一段时间了 嗯 那个 有件事 我想麻烦赵姐 你是想找叶总吧 她提早跟我交代过了 你想请她吃饭 她什么时候都有空 这个地方显得不错 看来你挺有诚意的 我没打扰到你做正事吧 借底就是正事 嗯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就随便点了一些菜 你再看看 不用再加其他的菜了 你点的这些 我都吃 嗯 好 你今天约我 应该有其他的事吧 不是只想 单纯的吃饭吗 我今天找你来 确实有其他事 你说 只要是我能绿的发呗 那天 我和你在酒店 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你很在意这件事 是的 因为我是有老公的人 如果是有 你会怎么做 我会选择和我老公离婚 我会选择和我老公离婚 离婚 是吧 那离婚之后 你要和我在一起吗 我会选择和我老公离婚 并不是因为我一亲别人 而是我无法接受 恋人在交往期间 任何一方 存在私得有愧的幸福 所以你是觉得 你给你老公戴了绿帽子 有愧于她 才想离婚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的答案 对我来说 很重要 那天 你把我扑到床上 扒开了我的衣服 对我一顿 无作非为的乱口 所以我和你之间 真的 不过 还好我的私人医生 及时赶到 给你打了一只麻醉 制止人的禽兽行为 那这么说 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 你看我 像那么随便的男人吗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 嗯 是啊 我和王猛之间的误会 已经彻底解释清楚了 我们打算 过些日子就去领证 好 那我就先恭喜恭喜了 好 领证那天 你们夫妻达 给她请客吃饭啊 好 没问题 走 对不起对不起 我给你洗澡啊 领证 你不整脸啊 猜什么猜啊 我这条小香裙 沾上咖啡可就报废了 一件要七万的 洗什么鞋 我可不接受赔钱 要么你重新给我买一件 一模一样的 要么你自动去王岛那请辞 从她新项目里退出 吴小小 我看你就是记录珍珍 能进王岛的项目 你故意的吧 好 我陪你一件新裙子 明天之前我就要看到 一模一样的裙子 好 我妹早就断货了 叶珍珍 我就看你明天怎么拿出来 来 哇塞 珍珍 你换了这么好的房子 咱们都没告诉我 这是王某那个朋友 低价转租给我们的 又不是我自己买的 没什么好说的 走吧 天呐 这全是高升名牌 天呐 你会被这五强强发达了吧 还是说你中彩票了 这些都是王某的那个富二代朋友送的 说是给我们的新婚客旅 这得什么土豪朋友才能做到这份上呀 我记得胡潇潇那件裙子我在衣柜里看到过 所以我才敢答应他的要求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珍珍 你也是原生家庭富裕过的 你想想 这王家已经破产了 还会有个什么富二代朋友 这么真心的对待一个落魄大少呢 又是房子又是名牌的 你说他图什么呀 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说这个富二代有没有可能就是打着为朋友好的旗号 然后接近你 他对你六有所图 你是认真的吗 林女 我觉得很有这种可能啊 你可别忘了 上大学的时候 你可是我们系堂堂系花呢 所以你的富二代还少吗 人家呀是拿王某当真朋友 我就是刚好沾了光耳朵 看看 哇 这条裙子在国内早就断货了 就算去国外买 退货也要等很久呢 小小 你那条裙子是上手货收来的吧 人珍珍拿一条全新的给你 扣大方的吧 什么手货 我是正儿八经专卖店主守的 可了吧 人国内专卖店半年前就门货了 像你这么喜欢闪卖的人 能到今天才穿出来 而且你那裙子颜色明显都掉色了 不是二手货收来的 是手 裙子我已经陪你了 没问题的话 这事就算过了 叶珍珍 就凭你的经济实力 能拿得出这样的裙子 我看你是爬着什么金属的床了吧 叶珍珍你帮我吧 你嘴巴太臭 给你洗衣服 不给你洗衣服 我玩的 有点不给你洗衣服 你很认识 你也是个女的 你先就把我洗衣服 我去洗衣服 你要洗衣服 我去洗衣服 什么 你已经洗衣服 你只清衣服 我去洗衣服 你没洗衣服 对不起,孙姐,今天这事我做的也有点冲动 我把你留下来,不是为了追究你的责任 这周五呢,咱们星耀公司和各大合作方有一个见面的宴会 公司要求每个部门选派一名员工参加 我把你的名字包上去 这两天合理安排一下自己手上的工作 孙姐,这事能不能选别人去 放心,这次是咱们自家的进场 绝对不会有人对你东途东长的 这五的晚宴是真不想参加呀 换个角度想,就当给自己多积攒钱人们资源 而且这回我听说 邀请了很多国外优质的分局一同出席 你就当去多跟他们交流取经 你怎么知道 当然是看朋友圈啊 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而且通过这次和王导的合作 我也发现我在写剧本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不过我听说这次的晚宴还有什么跳舞环节 我有点受恐 而且我也不会跳舞 你说到时候万一有人邀请我怎么办 直接拒绝 好,我记得 但是我可以教你跳 你的礼物能力还很强吗 跟拍了几天大致就是这样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儿少不了你的好处 叶珍珍称呼三爷为王导 也就是说 三爷根本就没有告诉叶珍珍的叶珍时身份 叶珍珍也不知道三爷的身份 啊 难怪上一次让王导的情人去公司闹 最后这件事儿不了了之 等三爷看到叶珍珍跟方世杰乱搞 又跟不叶成的叶总在一起的照片 真不知道会做何感谢 合作愉快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心 叶珍珍珍珍 什么关系 秦三爷 我和他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可是他对你的态度似乎并不是这样 什么意思 上次在酒局夏剑想要欺负你 可是第二天就被爆料 送去了警察局 学长的意思是 秦三爷做的 夏剑他在业内也算是老制品 不是想搬倒就能搬倒 除非华尹那群高层想不开 想要制裁老员工 否则想让他进警察局 也只有秦三爷有这个能力 学长 你可能误会了 我只是秦三爷众多产业下 一个分公司的小支援而已 而且我都没有见过秦三爷 要说这件事是秦三爷帮我的 有点太不歇时间 你没见过秦三爷 可是他分明带着 世杰学长 好久不见呀 杜雪儿 这说来也奇怪 明明大家都是在一个圈子里工作的 这都毕业两三年了 今天 竟然第一次碰到啊 是啊 这才两年不见 你都混成大名听吗 这不还是全靠三爷的偏爱吗 当时世杰学长 准备什么时候迎娶珍珍啊 我记得当年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可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羡慕得金黄玉米啊 学长一直都是我宗教的人 麻烦你开玩笑 不要看到我和学长 是啊 读大学那会儿 珍珍一直是系里最优秀的学生 我非常欣赏珍珍的才华 这会儿就能争取和她合作呢 杏珍珍 听什么每个男人都对你这么好 那看来是我误会了 对了学长 我跟三爷的婚期马上交定下了 到时候还邀请你来喝一杯喜酒 学长 你们先聊 我出去透口气 珍珍她该不会是吃杜雪儿和秦三爷的醋了 千霄既然要和杜雪儿结合了 为什么上次还表现出那儿在乎珍珍那样子 中午气 但她要看来 ja 你一会跟上叶珍珍 然后 我不知道 當現在我忘了 人ologists 你自己偷偷 你真的被別人 好 你老婆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你你幹什麼 還說句話 救命 擠葉巢 打擾你 今天珍珍如果有一點事情 我會直接找你算帳 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燕仁人自己掉下去了 我哪知道他說什麼 他 我找到了 谢谢你啊 这次又是你救了我 快请你收起家 免得感冒了 衣服一会让人送过来 说吧 三姨 上次衣服那件事 是杜雪儿找人说的 好 我知道了 交代你的事情 马上下期 赶快去做 四姨 杜雪儿 为什么一再认这证证 叶总 按照您的吩咐 配好衣服 行 就放这吧 衣服已经送到了 我在外面等 怎么 怕我成人之威 没有 叶总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 我很感谢你三番两次的救我 但我是有夫之妇 前段时间 我和老公冒了点小误会 不过都已经解释清楚了 我老公对我很好 我也很爱我的老公 你再重复一遍 刚才那段话 什么 你说 你老公很爱你 那 那你对他呢 我也很爱我的老公 你继续 所以 我是真心希望 未来能跟他好好过日子 不希望 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让他产生误会 啊 你说这个啊 我觉得你可能是想多了 我只是看在之前 你请我吃饭的份上 所以 才决定出水去救你 所以这次我真的很感谢你 不过我觉得 以后我们之间 有必要保持距离 你就是 要跟我说这些 那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此别过吧 等等 这件衣服 多少钱 我转账给你 不用了 我不差这点钱 对了 你漏水的事情 和杜雪儿 脱不了干系 是他 啊 三爷 我知道 你对你们公司的员工叶珍珍关系十分亲密 但是啊 她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她接近你 也是有别的目的的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啊 今天这场活动 过得还愉快吗 嗯 嗯 那 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今天这场活动 嗯 孙姐带着我和业内几位知名的编剧交流了一下 我觉得 学到了很多以前课堂上没学到过这是 我觉得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的 怪美的 那分享是什么 尽管提老公都会买些 毛毛 我觉得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是比平时 更帅了吗 是比平时更油腻了 姐 我按照你的吩咐继续跟拍 那个叫叶珍珍的 还有她老公 有双有效的在一起 我照片还你手上了啊 啊 叶珍珍 你这叫不叶成了 为什么还要和我抢三眼 是 我绝对不允许 谁从我身边抢走 我绝对不允许 喂奶奶 哎呀你别闹了 快去吧啊我等你 我看我 就行了 还给你 我还给你带我 嗨 这个吧 你呢 啊 行 我 你们是不是 我还不相信 你这么多天都不回秦宫馆 你是不是就为了外头这个女人 我倒要看看 这是什么小狐狸精 把你离的身份颠倒的 肯定是看中你的身份和地位 奶奶呀 她连我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而且院后一起吃苦 那她自下和其他男人私混 她一身不整 那是怎么回事啊 是杜雪儿跟你发布那些照片吗 她跟你说珍珍她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是吧 我就不明白了 雪儿那么好又孝顺 她还生生给你 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珍惜她呢 珍珍 这是奶奶 奶奶 小姑娘是你啊 主人遇到啊 有没有人看得出来这老太太是怎么了 不拨打120 最近的医院也得三四公里 等医生敢来来不来得及啊 那他们也不敢轻易救人 万一被额上怎么办 药药药是吧 可您等一下别急我帮你找 是这个吗 我那个 你没想到还有那么奇妙的缘分 三年前你救了我 三年后又救了我孙子 你还嫁给他 奶奶 那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件事呢 你一天就知道忙工作 哪里管我这个老太婆的死活呀 没想到这件事过去这么久 老夫人您还记得我 我人呐是老了 可眼睛不花呀 你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再说了 你长得又这么漂亮 我能逛吗 奶奶 那现在您还反对我和珍珍在一起吗 反对 我什么时候说过反对了 我有说过这种话吗 不过有那些人呀 你始终要得给他有个交代 嗯 我说对的 平常这小子工作呀 一天到晚忙得很 嫁给他是委屈你了 他一天到晚在外面接客跑单 比我做办公室辛苦多了 我不委屈 反倒是他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接客跑单 奶奶 奶奶那个你看啊 咱们这个家业都没了 我是不是应该屈尊出去挣点外快 这样的话 才能养个珍珍啊 是 今天啊时间也不早了 然后我和珍珍明天都要上班 要不我先送您回去 是啊奶奶 您现在的身体需要早点休息 好好好 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小夫妻了 臭小子 送我下楼去 臭小子 真正是个好姑娘 你可别欺负人家 千万别辜负她 奶奶 十分钟之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可不是那不通情达理的老太婆啊 如果你找的对象 人凭好 待你好 你自己又喜欢 我不阻碍你 不过呀 雪儿毕竟等你两年了 我呀 会给雪儿说这件事的 到时候啊 给她一笔补偿 别亏待了人家 奶奶 这件事呢 您想怎么办 咱就怎么办 我都滚了滚了 行了你们先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都发这么大活 死老太婆反悔 说他会尊重三爷的选择 给我一笔赔偿让我离开秦家 我这样 他不是一向很喜欢你 要让你做他的孙媳妇吗 肯定是因为三爷选择了叶珍珍 不能让那个贱人人 断缩了我进秦家的墓 你想怎么做 喂张老师 什么事 王导说有几处情节 要跟你当面讨论一下 地址我一会发给你 现在吗 是现在就过来 哦好我马上过去 回去告诉你们老大 敢在不业城的地盘饭脏的 没有我的运行 就绝不肯 三爷 那赵英东就是个疯子 这次把他逼上绝路了 恐怕 你觉得我会怕吗 叔 三爷 你让我查的事查的差不多了 两年前 夫人和杜雪儿确实在滴江酒店 嗯张老师我到了王导人呢 王导和杨老师在谈事 你等一会吧啊 嗯好 你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挪下啊 太多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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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我生伤了 你没事就好 喂 一二零吗 这里有人生伤了 好了问162号 麻烦你们快点过来 这样重备的骨折 病人至少需要休养两到三个月 好谢谢医生 疼吗 有脑不疼我 我不疼 这个时候你还刷嘴皮子 别担心 医生都已经说了没什么大事了 但是这两三个月 我可能不能开出自车了 现在 就要靠老婆养我了 我养你 这段时间你的主要任务 就是续养好身体 准备 我出去接个电话 一会接你回家 今天是您的事我听说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学长关心 不过我正好有件事想请学长帮忙 你说 这次大灯杂漏的事情 我觉得不是一个 而是冲着我来的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 我怀疑 是对学 你对他越好 你对他越好 我绝要会让他 这次大灯杀 那我们这次 你能迎终 你应该什么 你 NSA 让我做什么 然后我寻找你 与大灯权 我给你 你怎么办 全体您的地医生 叶珍珍我要让你下地狱 我就不信 等你成为千人骑的破鞋后 三一还不接受 不选这个风景我跟你说什么了 喂你好警察局吗我要报警 叶珍珍 没想到啊 真敢一个人前来赴约呀 这张照片 就是两年前你在地江酒店那晚 和男人私混的照片啊 两年前 是你给我下的药 没错药就是我下的 哎呀这药怪也只能怪你什么 给你什么你就喝什么 今天我只有一件事 离开你老老 否则我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他 同时在全网进行货送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叶珍珍 你呀 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儿 就你这样的打工妹 也配跟我在一个学校 无论家事外貌能力样样 你出招 行什么样一直为你才能教你谁 杜雪儿 你真可怜 你什么意思 我从没把你当做个人 而你却一直把我当做假想 你不觉得你的行为很可笑吗 叶珍珍你抓怎么记得清高 我就问你你离不离婚离不离婚 不离婚是吧 行 那我就把你的照片发给你老公 让他看看你跟别的男人在吵了 鬼混样子 我不会离开她的 好 很好 你们三个 好好的自好自好我终于朋友 我还有件事要问你 说 摄影棚的事是不是你安排 是我安排的柚子 那天没把你砸死真是可惜了 不过没关系 现在换种方式玩你 我看也不错呀 你这样做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犯法 哈哈哈 犯法 那你不就抓我好了 你拿不说对 叶珍珍你这可抱枪 你对我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伤害罪 我不是你妈 不会惯着你 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已经录下了 这些都是你伤害过我的证据 我会公布在全网 叶之珍 你个臭表子 你个臭表子 我伤得掉了 这一挖掌 是因为你伤害了爱我 剩下的 咱们再到警局慢慢倾锁 叶之珍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叶小姐 你也需要和我们去当警局做下笔录 好的 小兰快走 小兰快走 你学长过来电 说你和杜雪儿见面了 你有没有事 放心吧 我没事很快就回去了 王某 你会介意我的过去吗 叶珍杜雪儿 从此以后 我不想看到她的任何消息 还有 之前秦架给她的资源 也通通作为 好的 三爷 老胖 饿了 大胆 都多大人了 还说蝶子 要不要脸 不光有脸 我还有身材 你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 没有 王某 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说一下 好啊 说吧 两年前 两年前怎么了 两年前 我在地江酒店 参加毕业聚会 被人 下了药 和一个陌生男人发生了关系 两年前 你在地江酒店的哪个房间 忘记了 当时我神志不清 是被人直接带到酒店房间的 离开的时候 没看房间好 你是说 给你笑的人是杜雪儿吗 嗯 汪某 我跟你说这件事 是我觉得有必要向你坦白 避免以后 我明明这件事产生误会 不过你 两年前的那个女人 竟然是她 你笑什么 珍珍 我这件事情 需要处理 等我好不好 啊 说完让你等他就消失了一个月 他也不知道你怀孕了 哎 杜雪儿的判罚通知已经下来了 秦家已经跟他划亲关系了 要不然 你考虑考虑秦三爷 我不想聊这个话题 爸 珍珍子 雨婷马上就要订婚了 您要不回家里一趟吧 爸爸好久没见到你了 嗯 好 陈雨婷这么快就找人嫁了 一定是哪个富二代 叫你回去想故意跟你显摆呢 你要是不想嫁海人士的第一首富 学长也行啊 学长对你那么好 珍珍 珍珍呢 以前我和你妈 有很多对不住你弟子 一直让你被雨婷欺负 今天呢 我代表他们母女俩正式的给你道个歉 希望你能够原谅他们 过去的无耻 和对你所造成的伤 爸 我过去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咱不提这事 哎呀 来呢来呢 这排场真是豪华气派呀 是 玉婷啊你真是好福气啊 当上豪门太太以后 可别忘了我们这些长辈呀 哪里的话 珍珍啊 你结婚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大排场啊 那男人什么时候给你补回来啊 结婚你都要闹是 亲爱的 你都要闹是吗 玉婷老公好像不长这样吧 是啊 哎呀长得这么帅 还这么有钱 三爷 三爷 三爷没想到与云海 三爷 我来晚了 你 你去哪儿了 他们 为什么都叫你秦三爷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你是秦三爷 你还是不叶崇的叶总 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那你愿意听我解释吗 你骗了我啊 王宝 不 秦三爷 那两年前的那个男人 是我 珍珍 嫁给我 秦家所有的产业 味道都是写上你的名字 夫人好 我们老板都做了 秦三爷让我们老板 一样 雨晴 我来娶你了 叶真真 你什么意思 你要是我的婚礼 你高的比我正常还大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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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遍天地 雨晴 当你怀想不好 你让我泼满心动 是 时间过得好快呀 没想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 说起来我要感谢王猛 要不是她 我真不知道错过你多久 那所以上次我在咖啡厅遇见的 才是真的汪汪 是 我本想利用她的身份 但我说是 我都没坏通了 我都没坏通了 那秦云诚的身份又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海铃双琴 其实从头到尾 都是你一个人 的确有秦云诚这么一个人 但在很多年前 她因为一场社会以外的去世 我顺势地接受了她的宅宅 但也接受了她 很多灰色产品的各种人 所以你才总受伤 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吗 我会担心你 孙明 现在 我是有我们的人了 以后 再也不能进入危险之中 今天不聊工作的话题了 我记得某人要在这个地方 老胡道 我 我什么都不记得 那 我帮你 回忆给你 我 这是我们的家 你 你却把我抱着 你却把我抱着是当心里 ok 明白是我太过 怀孕了 联爱皮 我要当爸爸了 我会一点一点想你 一点一点放在心里 等到那天终于靠近 脸红